嘿,大家好,欢迎大家观看苏联就为您呈现的实验视频 这个视频主要给大家讲的是这套壶 还有一些耗材的使用方法 首先我们的耗材呢,肯定会有烟膏,对吧 当然我们的套餐当中不会有这么大一桶的 而且还是阿格尼尼的烟膏 然后呢,烟锅呢,也是普通的,不是这种烟锅 我就是给大家试错的时候使用更牛逼的东西来诱惑一下大家 然后用碳呢,我们会一般都会赠送大家一卷 我们最好的田间圈的碳,再加两条普通的碳 然后这个是我自己用啊,大家可以用牙签啊 然后你买也可以 然后管子呢,我们到时候会有送 然后呢,原配的也会有 然后壶呢,就有很多种款式的 这个是一款我们最新的带登的一个单管的一个普通的水源壶 然后锡子也会有,还有一个烟嘴和个碳夹 这些都会有的 好,我们就开始试抽,好吗 好,我们的烟膏呢,已经拿出来了 首先不管你是以什么形式,什么手段 把烟料拿出来的,这个不重要 重要是你放到这个烟锅上以后呢 呃,你的烟料一定要是比较松散的 一片一片的放下来的 然后呢,中间或者说最好是中间啊 你看中间 你看这里有个孔,这里有个孔 呃,这里有个孔,这里有个孔 然后呢,需要玩个坑栈 你的烟锅就会很通畅 抽起来呢,就会比较好 然后呢,我们在这样侧面的看的时候 我们就要看到这烟料最好不要凸起来 这样子呢,锡子就不会粘在 烟料就不会粘在锡子上 等你放上碳的时候你就能知道 你就会发现这个点 这一点特别特别重要 你要把它按下去一点 稍微按下去一点点 就不要碰得太厉害 不要碰到的太厉害 按一点点,但是不能让它堵上这个孔 这个孔是不能堵上 一堵上就很难抽了 然后我们盖上锡子 然后呢,我们就要试一下 细一下 如果你觉得不是很通畅 怎么办呢 如果你觉得不是很通畅的时候 我们的办法很简单 就这样子 一吹 那么就会很通畅了 好,我们现在再试一下 你看就会很通畅 然后就可以点烫了 点烫的过程还是很有必要给大家拍一个视频的 好,我们从边缘点着 然后它就慢慢引燃 那我们也让它快一点呢 多点几个地方 它就会引燃很快 好,然后我们先让它引燃 我们关注一下这里 这个烟 这个要这么样子撕 这样子撕 然后撕完以后啊 你要密封 这样子的话 下一次抽的时候啊 也一样能保证这个碳呢 是不受潮 这样子才可以的 然后我们放好以后 这里就不会受潮了 然后我们就开始抽这块碳 对吧 然后你看 你看我们说的差不多了 它就引燃完了 然后首先 其实我们不应该在这个烟锅上引燃的 因为你看它会爆出一些东西来的 首先我们把上面东西吹掉 然后我们看一下我们的碳 好,我承认这个碳呢 准备不充分 它应该是已经有点受潮了 所以呢 它的温度不准 它的红 没有办法红得特别特别的快 好 稍等 好 我们的碳已经完全好了 我们就可以开始抽了 你看体验相当的好 这个时候 如果你发现你的水盐壶抽起来 有点呛 怎么办呢 第一个办法当然是吹气 对不对 因为你是单管的是可以吹气 另一种办法呢 我们的碳 放到边缘 然后呢 这边有点呛了 然后这样子放 循环的放 对吧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细节 请大家注意了 好 现在开始一些老生常谈 呃 每拍上终于有人关注我了 然后 当我一发每拍的时候 哎 他会觉得 他会觉得 哎呀 你终于更新了 我觉得哎呀 有人关注我 确实一件好事 即使是一个人 我也觉得很开心 所以我希望 我可以每天都录一个视频 给大家看 还有最后20秒 感谢大家 关注我们的公共微信上的苏联鞠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